好 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人 我是主持雪凌 嗨 是嗎 無限 路過的鏡花先生 路過的shadow 即是誰 即是誰 既然叫shadow都不需要選好身份 OK 已經有一次了 當然啦 上次我被人練成 今次就另一位 Anyway不要緊 你每次來都有人被人練成 那就不錯 幸好不用逼我跟人合成 好了 言歸正傳 今次就是我們上次有講過 上次有個內向優威而文靈的作家 我們今次找到另一個強烈的夥伴 就是這個人 有個太陽又會有個影 那不要說是誰 又黑暗又熱血的人 今次繼續講回我們的歷史系列 歷史系列上次就講了一些 應該大家都不知道我講什麼 也不知道自己講什麼的東西 即是那些 你選擇你是不是不需要聽 那又不是的 其實這些有些價值在 歷史課頭兩課 每個人都是黑眼睡的 沒錯 但是終於開始 你等到三個遊戲 對 開始到一些氣動的部分 然後就是 之後的再三十年 即是被變代比較近 可以說正式是日本動物飛躍的年代 但是飛躍之前都有草創 草創上次講了 但是草創之後 怎樣繼續開始這個盟發 這個爆發 當然不是現在那個盟 那當然會說回首寵 首寵的代表作之下 都可以算是小飛入八童目 那已經時維已經歸回到 超和三十八年的一九六三年 當年在富士電視台有做的 但是同樣道理 其實首寵 其實當時做了一個很明顯的熱潮出來 收視是可以對到成 上次都講過很厲害 也都講了很多首寵 當時做的一些電視動畫 可能是早期的定例 或者是一些模式 但是同樣道理 除此以外 其實其他人都會意識到 電視動畫的可潛在的爆發力 或者是一個資本的性 於是同年有《橫山光輝》 就是《鐵人二八》 也都在富士電視台做的 這套影響很大 因為這套其實是 後來的巨大機械人的開播 是呀 這個就是下啟之後的年代 還有操控方法的 是的 要控 沒錯 不過它和後面的分野 主要就是操控方法 它始終不能夠成為一個比較主流 就是因為 始終坐進去是比較 大家比較熱血一點 你用自己的名字 拿著一個新排口去 比較奇怪 玩遙控車始終沒有自己駕駛的 那也是 但其實同樣道理 都會慢慢開始有些 再先進一點點的東西 之後一年 就會有一個彩色化版的阿童木 其實當年最早期 就是嘗試了把其中一集的阿童木斯 小匪俠 彩色化了 但是呢 看到收視非常理想 可以突破到40% 就是比之前翻了一倍 於是就開始企劃這個 迪士尼抄襲嫌疑的小白獅 人稱原版的獅子王 即是Line King 但是那時候已經到了1965年 但是當時 雖然說這些好像很草創 但是有些很重要價值意義的人 在那時候開始培養出來 當然就會有這個 之後的年代有幾位重要的人物 包括這個 個個都認識的 現在這個白頭髮的阿叔 現在叫做 《富野遊遊規》 即是《機動義士高達》 《Gundam》 另外一位 當時他就是 應該是 從公司那邊 是被人培訓出來的 一些可以說是 初生一代 另外一位 就是由東映過檔過來 然後他繼續搞電視動畫 這位是林重恆 聽到他的名字 可能未必知道是誰 但其實 聽到他做的作品名字 其實他就是 銀河鐵道999的監督 所以可以說 這個最草創的六十年代 其實 但也可以說下啟了很多很重要的 當然另外一件事就是 動畫本身的原作 當然有漫畫 很大部份 其實那時候開始 其實就是 比較 現在大家聽過的出版 是開始現後 其實就是 在這個六百年的時候 就看到小學館 和秋田書店的 兩本這些 粵行形式的漫畫 亦都開始齊頭 但始終那時候 其實都編了 原創多餘 因為那時候 原創動畫 其實不算太多 因為他本身 首寵的大部份 一直以來 他在後期 為什麼要離開 從公司做首寵工作室 就是因為 他想做 純原創的 不是漫畫改編的動畫 所以去到後期 早期全部都是有漫畫的背景 很多橫山江輝 那類的作家 老作家都有改編的 主要都是改編居多的 最早期來說 因為首寵自己都是動漫兩邊 但是當然 說到動漫兩邊 其實首寵也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當時剛才說過 因為很多電視動畫都開始湧現了 從公司面對的問題 就是當時的動漫算是 員工是拿月薪的 但是拿月薪 但是 如果你那個月沒有片出 那又怎樣呢 你現在要付這麼多錢 所以其實 支出方面 某程度上可以說固定了 同樣道理 因為製作方面 就越來需要多的人手 公司的人手 突破了 當年的最高峰 400人 開始會有財政問題 因為電視台方面 給的籌金其實是沒有多過的 同樣道理 其實有些對手 另外一位 都算是名家 在TBS當年播放的 藤子不義雄播Q太郎 應該是多拉媽 叮噹的作者 可以說 開始是一個 會有聽過人名的年代出現 就可以正式轉到這個70年代 但是70年代 一開始便面對著另一個問題 就是剛才說到 成計劃資金問題 但是最明顯的突化事件 可以說東映解散工會 這件事 應該是超過47年 即是1972年發生的 就是東映面對勞工的問題 解散工會 就搞謊 全面是停產 那類 同一時期 從製公司的另外一個 under他的公司 即是附入漫畫那邊的 從製作商社就倒閉 所以令到資金方面 就有一個問題 因為銀行貸款不到 所以可以說到 70年代頭 其實某程度上 就是最草創 60年代那時的 動力公司 面對了一個問題 但是同一時期 就形成了另一種新的月潮 就是所說到鐵人 28下啟年代 就可以說機限的年代 就出現了 那這個就 這兩位是比較熟 但是都要講 其實有些什麼 為什麼說熟 因為 七二年第一套 當然是鐵甲萬能俠 然後是七四年的三一萬盒 然後是七五年的 勇者萊丁 然後是七六年的 V型電磁盒 當然是七九年 每個人都知道的就是高達 但是當然 除了這些好像很少年 之外 也會有另外一些 可以認為女性化一點點的 動畫開始湧現 當然 最代表作者 當然是七六年的 小甜甜一個女 但是 這個機械 影大也講到 這個操控方法方面 可以說是比較特別 就是之前 三一萬盒 有遙控拿著周圍走 接著現在就開始說 有人進去駕駛 可以說 那個方式開始 我們 機械的方式 其實就是 由頭到身 開始 其實就是 不是頭好覆嗎 頭空 未到覆 可能下個世代是覆 覆了 覆了 你沒有看資金 覆了 覆了很久 覆了已經是近十幾年的 未到腳底 其實機械人的進化 很簡單 由鐵甲馬俠開始 就是 變成機體內操控 勇者雷登 為什麼這麼經典呢 就是因為 他加入了一件 現在一定有 但以前未必有的 必殺幾 變形出必殺幾 現在大家不斷恥笑 但是 反過來 當時出了必殺幾下 是創新的 超成功 接著 就出事了 從此 一搞就搞了幾十年 都必殺幾 從此 你會看到每一集 主角都一定要出 不停的必殺幾 接著 再來是三一 三一是合體 但是三一之後 真正讓合體 變成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其實是超力電視盒 因為 它是第一 叫做可以將 玩具 和動畫 演出來的 比較接近 而那個年代的技術 都是親天共地 因為始終 你說那個年代 很多機械人片 始終掛勾的 都是玩具模型 那方面 所以其實這方面 好看一重 所以你也會看到 舊世代的片裏 所有的敵人 一集聖 滿洲打怪 或者我們簡單一點 四個字可以 滿洲打怪 對 其實去到後期 一路再進化 為什麼去高達 其實高達不是 一聲爆出來 因為臨去到高達之前 在超力電視台 或V型電視台 已經開始了一件事 就是 最初 反派就是壞人 接著去到超力電流 V型電視台 已經開始 對方反派 都是人 開始有這個意識 接著去到 同樣是副製作品的 無敵超人 或是鋼人 那一件事 就已經去到 正邪論 其實高達不是 一聲爆出來 是一個 進化的必然結果 我自己覺得 就算不是有機動戰 Gundam 都遲早會有一套 類似的東西 出來 沒錯 但是當年 為什麼會促進到 這麼明顯的改變 或者可以在一個 新的70年代 為什麼會開始下 其實和動畫 數量都可以看到 端倫 因為剛才說 開始說 最初70年代 初期會有個勞工問題 所以說 產量和60年代分別 不算太大 其實一年都是十幾套 但是去到這個 他每年慢慢增長 這個當然 但是去到這個 1978年左右 其實他只有25號 但是突然間 做Gundam那一年 79年 就急增了 差不多一倍 去到40號 這個水平又繼續維持 就像這個 Windows XP 可以出 令到HGAM數目 翻一倍的原理一樣 所以可以說 這個作品的產量 促進了 為什麼會這樣笑呢 沒事 我們沒有質疑你 我們覺得這個比賽太好了 就是了 全神 吹身可以說 更加多的製作人的培訓 以及這個作品的演變 當然 最明顯的可以說是下 跟著幾個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 當然第一套就是 1974年的 宇宙戰艦大和號 宇宙戰艦大和號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其實某程度來說 可以說 因為他七四年 剛剛好正正就合回 戰後那一代 開始變成青少年人 然後看回 日本 日本 因為大和號這個名字 都明顯 有讀歷史都會知道 其實這個大和號 不要撞開 當然是二戰的 兩架巨型的戰艦 啊 模型有沒有說 什麼 大和和 另外的意思是大和 是日本民族的那種精彩 對啦 所以其實 幾觸發到年輕的一代 對於電視動畫方面 同樣道理 都吹身了另外一些東西 這個熱潮很明顯 會見到 當年的Fans級數量 可以超過700 同樣道理 開始 將同人之市場 由比較偏向女性 少女漫畫向的 編回去改變 其實之後的一年 1975年 正正就是第一屆的combi market 開始舉行的時代 即是那裡會有 這個宇宙之間 大和號的X本 不是 X本這個是我們再下一集 才開始說的 那個年代 不是這樣用 那個年代的玩法 是這樣的 看了那部劇 接著的人 要錄音機來錄 因為那時候 大家要了解一下 而那個年代的人 他們是沒有錄影機 沒有電腦 不會有什麼BT 諸如此類 他們唯一辦法 怎樣做呢 就是滿個星期 對著電視 拿張紙做功課 抄低一些台詞 寫低一些總點 跟著再把這些 自己研究過的東西 寫出來 跟別人分享 這個就是那個年代的 好像我們寫blog 有點像 痛苦很多 如果你想想 你滿集動畫 你要對著它 將它所有台詞抄落 你這麼說 你想想 你每次在動畫 都要做這十年 你這樣你就會想 有多痛苦 果然很痛苦 但是艱苦的環境 就可以鍛鍊到 不凡的意志 所以那個年代 那些動畫迷 是非常恐怖的 看這段畫 怎麼這麼勁意志 有這麼勁意志 做什麼 磨練了 這麼認真 十八童人 我們未必理解 但是這個是 那年代的一個文化 亦都因為他們那班人的堅持 亦都足足成立了 所謂的余扎文化劇 最初的余扎文化劇 指這一種 那樣的精神 最初的解釋就是這一班人 最初的解釋就是這一班人 跟現在當然是不同了 但是他們那班人 我們怎樣看都好 這個指向是值得尊敬的 或者簡單來說 最明顯的一個 Hardcore User出現 即是說當時的余扎族 其實是說研究者的意思 一向是 一向是研究者的意思 現在是未受的 最初是 最初是 後面跟前面的人 是否同一類人 是兩回事 本意是沒有變過的 但社會看法 就會有改變 也不是的 實際上去到指涉的人 是不同了 這也是 但是這個是我們 下一集要講的 但是我們繼續講下去 另外一個余扎文化劇 為何這麼特別 就是可以說 他會開了一個 一個逐篇 以及劇場版的一個 先行 當然你可以說 上面剛才提及的 一些機器人系列 它都有逐篇 但是劇場版 應該是 宇若戰爛大學 正式可以做 但是 電視版之後的三年 即是1977年 推出了劇場版 另外 紅昌時期 可以說促進了另外一件 就是全國重播 這件事 就是 高修市的 就會全國重播 可以說另外 強化他們本身自身的價值 這件事 也可以說 之後可以帶旺到 為何說 銀樓鐵道99 和0079高達 熱潮的一個原因之 應該說 其實你是給一班 現在這一代的年輕人 再重新去認識 這些作品 其實 不是 那個年代重播 那個年代重播 但是那個年代還有年輕人 你明白 OK 它隔著不久就重播 因為那時候是沒有影像作品 大家是不可以買餅帶 買一隻VCD 回家看 要再看 就要重播 所以 就會出現 一些作品很受歡迎 或者第一次播 例如說 Gundam 後來那些粉絲 會說 正東西來的 想再看 有辦法就是叫電視台再播 當然 當時《同等道理》 說到 《語疾文化》 其實都可以看到 除了《同能》之外 都會有另外一些東西買 就可以說 買回兼用卡 那類的東西 其實可以說 這個 周邊商品 不可以完全算是 但是一些可以說 是一些 具收藏意的東西 開始產生的一個年代 當然 如果以一句簡單的 一個 括弧名人來說的 一句話 就是這個 暗野壽明 說的就是 沒有宇宙之難 大和好 就不會有今天天的舉 那我們下一節 繼續講回其他 其他重要的作品 嗯 好 接著繼續講回 這個經典的七十年代 講完《宇宙之難》 大和好 接著就要講 不久之後 幾年的 1978年 所做的 在富士電視台做的 銀河鐵道99 亦都可以說是另外一個名作 但是當時可以說是比較特別 就是可以說是用了一個 比較少年 或者叫小朋友的男主角 這個師傅是十歲的星爺鐵路 正太呢 即是 你可以說是開了正太市場的 但是呢 很多人又覺得說 他是開了這個 女角的一個 先例 但是呢 影大覺得呢 之前有些更加多的女角 可以玩的 因為玩女角這什麼呢 哈哈哈哈 一個人馬上有興趣 馬上開心 大家就很興奮 其實女角這個情節這什麼呢 都很久了 那麼 女性向市場 你不說吧 因為魔女其實一直沿著這麼多年來 魔法絲沙利 小魔鏡 他們是一條道路 我想 那些都是七十年代開始的 那些是七十年代開始 其實六七年代已經有 魔女漫畫這個概念 我們主要 我們比較少年 我們講一些男的 其實說賣女角呢 其實在機械人動畫 或者一些 比較少年向的作品都有的 譬如說 天駕萬良俠 大家經常都可以看公哲雲表演 去到超力電視俠那些 因為那些女主要比較受歡迎 就開始搞起 要一些 穿得比較性感一點 或者一些比較 大家開心一點的演出就會出現 怎麼開心呢 怎麼開心呢 你今時今日都經常出現的 就是今時今日 洗澡 不然 其實也有 沒有今時的過分 應該有 始終文峰比較純白 不是 當年其實為什麼呢 就是說 洗澡不穿衣服是合理的 不是 洗澡不穿衣服就是合理的 大家都明白 所以 拍著洗澡鏡不穿衣服 是非常合理的 這件事 不會有人穿著穿衣衣衫 我看得最驚嚇的當然是鐵甲萬磋盒裡的男爵 洗澡這個就是經典場面 非常驚嚇的 這個其實也是少女 他們經常說半個半個 即是畫面會不停轉男女男女男女 你猜他是不是藝娘 漫畫應該還可以去茶灣看 大家會很開心 我覺得這件事很重 原來講電話要玩藝娘 真是鼓勵我 藝娘那個人不在 但是可以說 除了這方面之外 但是銀行鐵道999 最明顯的東西都可以說 當然你現在看到 地鐵都會拿來搞地鐵飛 但是另外一方面 可以說是深化了 之前宇宙自然南大和號 帶出來的東西 也會有相應有劇場版 另外一方面值得提的是 就是他那個歌曲方面 其實開始會做得 找到流行樂隊這類的東西來做 可以說實在說 動畫其實除了電視畫面 或者配音方面 開始說 歌曲方面都會重視 但是補充一下 就是 宇宙自然南大和號 很多年開始了 開展了一個 很多人想開始加入這行 包括作為聲優這件事 可以說對業界的發展有多大的幫助 就是因為他促進了年輕的一代 當然包括挫窄這件事 另外一件事就是 入行的新人的問題 那你說跟著再之後 當然就是之後的一年 1979年 即是0079 即是高達 高達當然就是剛才所說到 六零年代在做 剛剛從公司做畢業生的 副野遊遊貴 做出來的東西 當然剛才影大都說過 高達產生不是突然爆出來的 是一個必然產物來的 但是當然 有些東西就比較特別的情況上 就是說 大家其實看到 過去一些 機閒的動畫也好 或者過去一些動畫 其實最早就是 首創開始 已經會有一些贊助商 當然 當年 再之前那一集已經講過 當年是 這個 糖果醜油商 但是後來其實 首先都說商業化是一個 多重要的收入元素 可以說是一個 資金來源 所以就會有一些文具 或者玩具 但是去到機閒那邊 就更加明顯 當年大部份 其實都會有一些 超合金 或者是這類型 其實不算 絕對是象徵的 但是因為其實 你未必這些 物料所限 做不到其實那個形態 但是 即是職務機閒 是的 也是超合金的 也有出過什麼 高達飛飛拳 變形高達 之類的 超合金 確實存在過 即是那些 我會叫那些 超級系的高達 黑力士高達 或者稱之為 不是那些 十六式高達 即是十六式像素 都是那些 螢幕高達 起格仔 另外 正式比較特別 高達這件事 就是可以說 是一個 非贊助商的公司 可以說是 將它發揮更大的 即是當年 不是贊助商之一 那就是 現在的 萬惡的 就是萬代 BANDAI 其中一樣 可以說是開發了 即是 變成一個 塑料化的 可以說 已經不是走 超合金年代 它開始說 塑料化了 然後可以說 行銷了 大熱賣 其實某程度 可以說是 反而是 不是動畫 帶起 它周邊的文具 或是玩具 反而是 玩具幫助動畫 可以說是 最早期的例子 當然 你可能說 之前早期的 三一萬盒 鐵甲盒盒 都可能有這個問題 但銷量方面 實際沒有高達 當年那樣突破性 高達突破的銷量 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 一般三一萬盒鐵甲盒 那些滿洲一怪 是不會出玩具 但高達那些滿洲一怪 是會出玩具 即是他們的滿洲一怪 即是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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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那些 渣古尼羅 摩霸之流 其實本質上 都是滿洲一怪 而且他們的銷量 其實比主角機來講 是不程多遠 都不是的 都長期擠壓的 例如茶布羅斯天王 那些 長期倉底 你都看到有正貨 即是 至少你說 開始在敵人身上 都會 拿錢 兩邊都賺 不是的 我小時候 我從來都不買高達 我全部只買渣古 你也有品味 我專門買一些 茶布羅斯天王 20元有四口 你是不是價錢買 很值得 我記得當年 我是齊了所有蟹 我連那些維修的蟹 我都有了 什麼蟹都都有了 外星蟹 現在很多蠔蟹 當然 除了商業元素之外 GUNDAM系列 另外一件重要的事 可以說下啟了之後未來的一個機器人的世代 當然就包括另外一個 就是何心政治老師 當然就是這個 Mark Hawes 1982年的超級重要賽 我想補一點 因為GUNDAM 撫起後 所謂的裝戰爭機器人片 裝戰爭機器人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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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成了一時的風箱 拍了很多 最經典的就是這個 山寨0079的機甲戰技威龍 到底不是虛爺嗎 不是 不是 就是那時GUNDAM 品牌覺得可能 有得做 就把這個0079山寨拍多次 你就轉了另一個目 變成了另一個品牌 想一雞兩味 就多買兩個 誰知就出了事了 當然啦 見到這樣的原因之後 當然要做一些真正統統的Gundam 於是就開始1985年和1986年 其實這個已經是考過80年代的Gundam Set 即Sitta 或者是WC 大家聽到Sitta 眼神例一例 Sitta 你可以讀Sitta 都可以 你一講Sitta 當然很大大 他眼神一變了 大家知道是什麼 講到這裏 某程度上70年代已經到了末期 可以說日本同一開始 走入開始接近近代的年代 就是終於來臨 即是80年代開始 大家終於出生了 恭喜 還沒有 真的只有你是 你最老 想哭 哈哈哈哈 立即說不出聲 最代表最代表的人物 某程度來 可以說是吉伯力的宮崎進 但是補充一點 吉伯力究竟是為什麼呢 有沒有人想過 吉伯力其實是意大利文 意思就是說 橫掃薩哈拉沙漠的熱風 某程度上為什麼宮崎進選這個名字呢 就是因為他挺喜歡那些飛機的 但是因為這個名字 當時是用來做一些偵察機的一個軍號 你可以當是 所以他就用了這個名字 他聽聞說他挺喜歡意大利 所以就有一些這樣的名字出來了 但是當然 講到宮崎進 他正式的一個可以說成長或者發跡 其實他最初就是70年代 那時候他退出了這個 不在東影那邊工作 然後去到這個70年代 整個70年代 可以說71至79年 他主要其實都在不同的電視動畫方面 有參與製作 就是他的經驗 如果從畫風而言 其實看回當時的一些片段 那麼 71年代一開始 他剛剛出來東影那一陣 其實畫風和其他大部分的動畫 那個年代其實就差不多 還沒開始見到他自己個人的畫風 那要明顯一點 要去到大概75年 到到78年那個期間 那你才會開始見到 就是 就是宮崎進他現在 那種畫風開始出現 然後去到說 正式79年 其實他就做了一套劇場版的 但是當然 就未正式是《吉本力》的作品 他只是幫人做的 但是那時候 效果就不算太理想 但是 雖然是如此 但是 於是他就 想到另外一個事情 就是 他將他自己 連載的漫畫 這個《風之谷》 他要決定電影化 當然要補充的是 當然要補充的是 他這本漫畫 在哪裏連載的呢 就是在這個 現在仍然有得賣的 這個雜誌 Anime 那邊開始賣的 那當然呢 那兩本現在仍然是很Hit的 這個動畫的雜誌 這個Anime 和New Type 1 分別就是在七八年 和八五年 是由創行的 那其實也都看到 兩間出版式 現在都是幾 明顯 很容易看到的就是 德間書店 和國穿 那就是國安的時候 開始 可以進入這個市場 我們當是 補充少少 中奇俊 其實拍電視動畫 都頗有名氣的 《高納的未來世界》 這套 當年都很經典 另外還有一套 是他拍福爾摩斯 但福爾摩斯 變成一個狗 異人法 即是狗頭 但是福爾摩斯 那一年代 電視動畫 你已經看到 他很著重動作的演出 一些動作場面的演出 流暢性 各方面 比一般同期的質量偏高 這個特色 也有帶到後面的電影 因為某程度上 過去六、七十年代 為什麼會有某程度 開始這套機閒呢 或者是那類 因為 過往 限制於技術所限 他會用膠片 那類的東西 動態的表現 其實不太好 但其實宮崎將 你看回過往 現在動畫也好 其實他是很堅持 這個手繪 所以做出來的效果 實在會好很多 所以可以說 是一個技術層面的突破 或者是他個人的堅持 所形成出來的一個結果 近期那個艾瑞波爾 都很明顯 有飄移的 個個都說飄移的 我覺得你搞了重點 不知道人人都說 這個艾瑞波爾 其實他用回全部 洗頭水 這是另一件事 對啦 我意思是 艾瑞波爾那裡 用回雷木顏色 作畫那些東西 完全是看見到 牽涉手配的東西 以他都體現到 這個年代 都還在用這方面 那當然啦 這個這麼明顯的 世代的分的更加明顯 就是之後一集的 這個九十年代到現在 更加明顯啦 那當然啦 我們不會把他和新納一城 來比的 除了那些保子之外 那正式說回 1982年 決定將風之谷動畫化 之後的兩年 八四年就公映了 那同一時間 就因為 受惠於可以說 在德姦書店 雜誌那邊的幫手之下 於是正式成立了這個吉卜力 於是風之谷就作為吉卜力的 第一套作品 這樣出場了 之後其實不斷 吉卜力都推出了很多 深入民心 或者經典級的作品 例如這個 之後的一年 八六年的 天吼之城 接著這個 八年的龍貓 其實這兩套 其實都拿了 我們第一集 講到一位 人物的一個獎 就是 那位老前輩 擺上神台的 這個大鵬信狼獎 當年拿了 其實都可以說 一個 肯定和認同的 就是 一個新的公司來講 其實這麼快拿到 這些 業界比較高級的獎 之後的 這個 《摩特澤急變》 1989年 其實當時的收入 亦都可以說 突破了20億 可以說 正式開創 吉卜力作為 一個電影動畫方面的 一個大成功 那你說 講完公其進這方面的 其實 80年代 是否只有公其進呢 當然不會 但是80年代 有一間 有幾多代表的作品 當然包括 所有人 特別是外國方面 難聽說 那些死鬼仔 只懂得 動畫 龍珠 龍珠就是 1986年開始播 當然 原來是 鳥三明 同一道女 另一間公司的 產生 跟著一年的一套作品有關 就是 黃立宇宙軍 促使了什麼呢 就是鵬野壽明 那幫人 弄了一間 叫奸奈斯 之後 那幾年來 大家都會接觸 但是沒有那麼陌生的東西 即是 八八年 八九年 有一大堆 跟著一刻 阿基拉 阿基努警察 那些東西就開始湧現了 八十年代有一個特色 就是 一窩蜂的 做事 《Gundam》 紅了 就是一大堆 十戰機械人 跟著 《星子》紅了 就是量產型 海甲動畫 跟著 另外也有 OVA熱潮 OVA熱潮 OVA是1983年 其實OVA是一個販賣形式 但是中間 那種 內容 也是玩一窩蜂的 大家拍一下 美少女機械 一賣得 然後人人就去拍 一堆 一堆就去拍 其實那是一個 幾一窩蜂的年代 如果要說 非電視動畫 播放形式動畫 包括OVA 我們可以聽過往的集數 但是那一部份 好像沒什麼說歷史 OVA的歷史 應該就是 第一套應該是1983年 但是 為什麼那時候會做OVA 某程度上 避了電視台的一些限制 或者製作上面的一些限制 包括資金方面 其實可以說 不會限制 要做一定的集數 可以說做一兩集的短片 提高質量去 可以說是另一堆 中質的動畫人 所希望做到的事情 但是也有一個問題 當然是一開始的時候 OVA因為它通常要賣錢 而且價錢是非常昂貴的 就算有些過萬日圓 你想想說是二十幾十年前過萬日圓 是幾恐怖的一回事 所以為了能夠刺激消費 很多時候都會搞些少少 性感少少 直接刺激官能的東西 應該說OVA通常 原本是不需要老的角色 都會變成 那些三方面 女主角就要比較折劍 特別是 在報料方面 折劍 很折劍 極限地折劍 所以剛才說 要避免電視台的限制 還有OVA除了這一類 都有一類很大量的 就是成人向的OVA 那些是下一集才說 那些我專程 那些是他來的 真的? 我都不約了 什麼是兩個人 今天那些就不行 八九十年代我還可以 還沒那麼害怕 但我想大家都很期待下一集 這一集時間差不多了 大家期待下一集 各位 成人夜玩 正中十八按一下 拜拜 正中十八按一下 拜拜 正中十八按一下 拜拜 拜拜